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会见希腊总理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美有成大会指信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李强举行仪式 欢迎希腊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赵乐际会见希腊总理 韩正出席第十六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权威访谈》 今天首先来看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采访 以色列方面称乙军已完成对加沙城的包围 哈马斯方面称在加沙城对乙军发动大规模反击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1月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希腊总理尼佐塔基斯 习近平指出 中西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文明交流互建的伙伴 两国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西关系始终健康发展历久弥新 中方珍视同希腊的传统友谊 愿同西方一道坚持战略引领 坚持开放合作 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习近平强调 互利合作和文明交流是中西关系的两大纽带 不久前 希腊政府派高级代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体现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支持 中方愿同西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交通 船舶 能源 通信 金融等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经济 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合作机遇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比雷埃夫斯港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希腊投资兴业 欢迎希腊企业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欢迎更多优质希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方支持中西文明互建中心 文明古国论坛等人文机制 愿同西方深化教育 文化 科研 旅游 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 发挥两国文化底蕴优势 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加强国际沟通协作 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中欧关系关乎中欧人民福祉 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 离不开独立自主 相互尊重 互利合作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坚持正确相互认知 聚焦共识 把握方向 全面激活各领域互利合作 希望希腊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弥佐塔基斯表示 希腊人民对习近平主席2019年 对希腊进行的成功国事访问 记忆犹新 自那以后 西中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两国经济合作成果显著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已经成为西中合作互利共赢 造福两国人民的成功典范 西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进一步挖掘潜力 拓展船舶 航运 清洁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 希望更多希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希腊旅游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 西方愿同中方加强人员往来 深化人文交流 共同办好西中文明互建中心 倡导互学互建 推动建立更加和谐平衡的国际关系 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 秉持的公正立场 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希腊愿意成为欧中合作的桥梁 欧盟和中国完全可以本着平等 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携手合作 希腊愿继续积极推动欧中关系 健康发展 11月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理舒尔茨 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 中德关系已经步入第二个50年 中德作为全方位战略伙伴 双方秉持互利共赢 相互成就的精神 共同前进 本着取长补短 交流互建的态度 共同成长 这是中德关系过去几十年 顺利发展的宝贵经验 值得双方珍惜和传承 中德合作是开放务实的 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 当前中德贸易稳步发展 双向投资热情高涨 两国合作更趋稳健 更加扎实 更复活力 两国建立了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 对话合作机制 可以尽快举行第一次对话 推动双方深化气候保护 绿色转型 环境治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合作 加强青年 地方 有成交往 为人员往来 创造更多便利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不久前 中国颁布了 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24条政策措施 我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宣布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 深入推进 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 高水平开放等重大举措 这将为中德互利合作 提供更大机遇 130多家德国企业 将参加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是德国企业 对中国发展 投下的信任票 希望德方 对中国企业赋得合作 也坚持高水平双向开放 相信中德合作 将进一步释放巨大潜力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 正在发生很大变化 地缘冲突加剧 经济复苏乏力 冷战思维回潮 中国和德国 都是负责任的大国 不仅要发展好双边关系 做合作共赢的表率 更要捍卫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欧关系 关乎世界格局稳定 和亚欧大陆繁荣 值得双方全力维护好发展好 中国将欧洲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级 希望德国推动欧盟秉持市场化和公平原则 同中方一道维护公平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舒尔茨表示 去年11月 我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访华 我们进行了深入沟通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一年来 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成功举行 各层级对话交流快速恢复 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合作项目持续推进 深化德中关系 展现出更多可能和广阔前景 德中关系对德方十分重要 德方愿延续两国良好关系 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希望德国企业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 德方愿同中方相互便利签证和人员往来 密切人文交流 德方愿推动欧中关系积极发展 舒尔茨介绍了德方对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表示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习近平指出 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乌克兰危机 要从根子上解决 需要对安全问题进行更深入思考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挤压别国安全空间 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 都会导致地区失衡 引起冲突扩大升级 中欧应该致力于调解冲突 缓和紧张 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 11月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五届中美友成大会致信 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 是深化中美人民友谊 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 自1979年缔结第一对友成关系至今 中美已经建立284对 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40多年来 两国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密切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强调 中美友成大会 是中美地方交流的重要机制 创立以来 为推动中美友成发展 深化友成合作 发挥了积极作用 希望与会各方 继续做中美地方交流的桥梁 助力两国省州城市 跨越浩瀚的太平洋 共同为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届中美友成大会 当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 主题为 共建绿色城市 共享民生福祉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和江苏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国务院总理李强 11月3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关工作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卫生检疫法修订草案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立法实施细则 修正草案 会议指出 稀土是战略性矿产资源 要统筹稀土资源勘探 开发利用与规范管理 统筹产学沿用等各方面力量 积极推动新一代 绿色高校财悬野技术研发应用 加大高端稀土新材料公关 和产业化进程 严厉打击非法开采 破坏生态等行为 着力推动稀土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卫生检疫法修订草案 决定将修订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 我国口岸数量多 对外人员和货物来往频繁 修订完善国境卫生检疫相关法律 有利于助劳口岸检疫防线 更好保障人民健康和国家公共安全 要完善国境卫生检疫 联防联控机制 压实各方责任 强化协同联动 加强口岸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优化国境卫生检疫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常态和应急 相结合的口岸传染病防控体系 要统筹做好国境卫生检疫 和人员经贸往来 依法科学精准落实防控措施 优化查验检疫 医学巡查和卫生处理流程 提升工作效率 更好适应我国对外人员 经贸往来加快恢复的需要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 严格落实专利法实施细则 进一步完善专利申请和审查制度 提升我国专利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 加强与有关国际条约的衔接 着力发挥专利法 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新产业新赛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普法宣传活动 大力营造保障和支持创新的法治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三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欢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米佐塔基斯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米佐塔基斯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中西建交51年来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信赖 相互支持 近年来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持续造福两国人民 中方愿同西方发扬互尊互信 守望相助的好传统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提制升级 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西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建设和运营好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进一步深化船舶航运合作 拓展贸易 能源 电信 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收获更多共赢成果 中国和希腊作为两大文明古国 带头开展文明对话 互学互建具有世界意义 双方要加强文化旅游 科创体育等人文合作 办好明年中西文明对话 携手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中方也愿同西方 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作 共同推动中欧 中国 中东欧关系发展 米索塔基斯表示 西中同为文明古国 两国关系具有坚实基础 西方钦佩中国取得的发展奇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加强投资航运文化等领域合作 推动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西方将为中国投资者复习投资星业 提供更多便利 西方支持加强欧中合作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 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3号在北京会见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 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 两国传统友好日益巩固 务实合作不断拓展 人文交流持续深化 中方愿同西方保持良好交往势头 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中国全国人大愿进一步加强 同希腊议会多层级友好往来 分享立法和监督工作经验 继续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加强在多边议会场合的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米索塔吉斯表示 西中都是文明古国合作潜力巨大 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深化投资经贸旅游等各领域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何为参加会见 当日下午 米索塔吉斯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圈 11月2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第16届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 指出中拉关系已进入平等互利 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作为中拉关系的压仓石和稳定器 中拉经贸合作规模越来越大 领域越来越广 水平越来越高 中拉已经成为合作共赢的发展伙伴 面向未来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空间广阔 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 推动人文交流 加强经贸 农业 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转型 数字经济等领域 打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 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稳定性和正能量 韩正指出 在10月召开的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 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我们艳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 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推动新时代中拉关系 得到更好发展 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给中拉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尹立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高峰会以开放创新 共享发展为主题 为促进中拉经贸合作 深化中拉人文交流 提供了重要平台 中国与26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 政府官员 工商界人士 专家学者 以及国际组织代表等 一千余人与会 本台消息 11月7号至11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应邀赴新加坡 出席第六届创新经济论坛 并对新加坡 马来西亚进行访问 今年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从今天起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权威访谈 聚焦各部门解决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来看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 主任郑珊杰的采访 郑珊杰介绍说 从经济走势看 前两个季度 我国经济运行是前低中高 三季度呈现运行稳定且持续好转 八九月份主要经济指标 比七月份均有明显改善 突出表现为生产供给稳步回升 有效需求较快回升 物价水平逐步齐稳 质量效益持续改善 就业收入有所改善 市场信心不断改善 这是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国内多地遭受洪涝等自然灾害 重点领域风险缓缓化解 向众生推进等情况下取得的 实属不易要倍加珍惜 随着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显效 转型升级潜力持续释放 经营主体动力持续在增强 郑珊杰说 当前我国正处于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的重要时期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下一步将扎实推动 以出台宏观政策 在微观层面落地见效 重点扩大内需 特别是消费需求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不但推动 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社会疫情持续改善 风险隐患持续化解 推动经济在值得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基础上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有信心 有条件 有能力 推动四季度经济 持续稳定的回升向好 高质量完成 全联经济社会发展的 疫情目标任务 针对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等热点问题 郑珊杰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 建立健全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促进机制 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多渠道听取真实诉求 解决实际困难 破除制度障碍 解决融资难题 凝聚工作合力 努力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提振企业的信心 搭建全国统一的 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 公开推介项目5787个 总投资5.8万亿元 下一步 国家发改委将在解决 资源民营经济发展的 蓝点 毒点 痛点问题上 持续的发力 确实推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 第六届进博会 将于11月5号至10号 在上海举办 目前部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这里是第六届进博会的展区现场 可以看到所有展品的布设 已经完成了 那么一系列来自全球的新技术 新产品 新服务 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据了解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展览面积 达到36.7万平方米 全球15大汽车品牌 10大医疗器械企业 4大会计师事务所等齐聚现场 今年有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参加国家展 企业展今年也是规模空前 有289家的世界500强参展 高科技的和消费品 都有它的首发首展 展会期间 还将举办红桥国际经济论坛 本届论坛主题为 携手促发展 开放赢未来 除主论坛外 将举办投资中国年相关活动 世界开放报告2023发布 即国际研讨会 以及开放发展 开放合作 开放创新 开放共享 四个板块下 共计22场分论坛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将于5号在广西南宁开幕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目前49个场馆已全部投入使用 主媒体中心日前已正式启用 1.65万名志愿者也陆续到位 全国学青会由原全国青年运动会 和原全国学生运动会合并而来 本届学青会以竹梦新时代 青春更精彩为主题口号 共设39个大项 51个分项 805个小项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9届10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第11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周铁农同志 因病于2023年11月3日 16时15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85岁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早7点28分 我国路上商用多用途模块化小堆 玲珑一号最后一块钢制安全壳 在海南昌江顺利调装就位 标志着全球首个路上模块化 小型核反应堆内部结构全面封顶 项目建成投运后 预计每年发电量可达10亿度 可满足52.6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多部门 今天召开 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 即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 经过两个多月的推进 治理电视套娃收费的7家试点单位 1.29亿电视终端完成整改 收费包压减50%以上 最高达79% 治理电视操作复杂方面 全国范围内80%的有线电视终端 85%的IPTV终端 已实现开机看直播 到今年年底前 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看直播 收费包压减50% 提升消费透明度的目标任务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 将播出对肯尼亚总统鲁托的独家专访 鲁托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场已富有远见 十年来 从理念变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成果 他希望未来可以在更多领域 与中国展开合作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 乙军已完成对加沙城的包围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方面称 2号在加沙城西北部 对乙军发动了大规模反击 以色列方面称 乙军2号已经包围了加沙城 同时 乙军继续对加沙地带多地 实施空袭和炮击 与哈马斯武装人员激烈交火 以空军和海军 还攻击了哈马斯观察哨 海上军事目标等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 卡桑旅2号表示 其成员当天在加沙城西北部 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击 击毁了六辆乙军坦克 两辆运兵车和一辆推土机 同时 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火箭弹 比赫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称 不断升级的暴力 对加沙地带儿童及其社群 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是要未来几代人承担后果 根据国际人道法 必须保护医院和学校免受袭击 必须保护平民 特别是儿童免受冲突伤害 激烈冲突不断 加上燃料等关键物资极度紧张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 当地多家医院2号警告说 由于宫殿即将中断 大量患者面临死亡 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救济机构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也遭到严重冲击 2号的报告显示 该机构已有72名工作人员 在加沙地带丧生 近50处设施受损或被毁 世界卫生组织2号呼吁 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并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 俄军在多方向打击乌军人员 和坦克等军事目标 拦截多枚风暴支营导弹 海王星反舰导弹等 并击落了乌军战机和数十架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称 乌军击退了俄军在阿富杰耶夫卡 马林卡等方向的进攻 并对俄军人员 武器装备指挥所等进行了打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 2号签署了俄战时状态法 和紧急状态法的修正案 俄罗斯将不再向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通报俄罗斯实施取消 战时状态或紧急状态的情况 保留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相应通报机制 由共和党人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 2号通过涉及143亿美元的法案 用于支持以色列 而由民主党人掌控的参议院方面称 该法案未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条款 参议院不会考虑就这一法案进行表决 白宫方面此前称会否决这一不包含 对乌支持的拨款法案 白宫方面20号向国会提出特别拨款请求 其中143亿美元用于支持以色列 614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 但国会共和党方面要求分开考虑两笔资金 美国参众两院多位共和党人 近期公开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支持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